大家好 我想澄清一件事 最近發現一些平台 盜用了我的照片、名字 發佈一些謀論、理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招收會員 如果招收會員 大家就要小心 因為我除了自己的黃道財經之外 因為我所有的東西差不多都是經明報 去幫我發放的 所以大家看到其他平台 如果有招收會員 用我的照片 用我的名字 大家就要小心點 不要上當了 好嗎 大家好 多謝收看《一語道破》 今天要說中美的事情 因為疫情比較熱 大家都知道 我曾經說過一字記之若離 現在很多事情都是離 分、撕裂、分裂 中美之間也是一字記之若離 是不是越走越遠呢 在政治方面好像是離 但在經濟方面有很多千絲萬縷的東西 即是離就離不了 但在金融方面 又好像是離不了之餘 還會合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 美國是一些國策 拿香港、新疆 甚至台灣來說事 其實是來打壓中國 拜登總統還說 日前要追查新冠病毒的源頭 中國聽到整個彈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 你這樣玩弄政治 似乎對美國的做法感到羞恥 但拜登這樣做 其實真的有其原因 因為美國一定是在高處不升寒 或者是無敵事最寂寞的時候 找人來搞一下 當年的蘇聯是這樣 現在的中國也是這樣 拜登做這件事 或者說這句話 其實可以說到一石二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對國內 就是他劍指中國作為一個新冠病毒的源頭 其實就告訴國民 我已經很努力去控制這個疫情 我不跟特朗普 現在控制得很好 不過控制得來 怕如果還有什麼發生 我們還要去找 現在要追究一下源頭在哪裡 搞到我們一鍋足 其實這件事就是要取得選票而已 你知道美國的選票很重要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要討好那些反華一族 反中國一族 其實借這個機會 可能會彌補或者修補 和共和黨的分歧 對外又怎樣呢 對外當然是利用這次作為藉口 聯合盟友來圍攻中國 直指中國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 是嗎 是一個競爭者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他就可以利用這一次 穩固了他作為領導世界 一哥的地位 即是阿頭的地位 每個人都聽他說的 大家可以看到特朗普和拜登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你可以知道這是美國的國策 一個是特朗普把疫情脫窩給中國 一個是明示暗示病毒 是由武漢的實驗室洩露出來的 這樣就沒什麼分別了 是不是呢 大佬 這件事 疫情其實好轉 是不是呢 是的 是好轉的 你有疫苗性一定是好轉的 這個是相對 因為你當時搞到一鍋足或一團租的時候 是好轉的 但是問題是 你有否聽到公佈 每天都還有兩三萬人確診 有五六百人死亡 在美國 都是世界上比較重災區 所以不要被這些說法蒙蔽了 至於經濟或金融方面 為什麼不離反合呢 我們稍後說 當拜登在說要尋找病毒的源頭的時候 差不多同一時間 大陸就批了一些牌子 或者有些好消息出來 給華爾街的大行 包括高盛和公行 即ICBC 會合組財富管理公司 高盛可能是大份的 另外黑石、Blackrock 和建行CCB 加上新加坡的淡馬錫 他們又組財富管理公司 摩通說會投資4億多 給他們的資產管理 會投資4億多 進入招行 給他們財富管理的部門 這些全部都在動 另外歐洲 大家好 我的Patreon 已經上架了 Patreon裡面 有很多內容 現在加上《一語道破》的內容 還有我自己寫的每週前瞻 所以很有參考價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